大普拒拆戶张药局屋主张森文之死震惊社会 有民众在网路上发起 昨晚彻夜在自由广场前静坐 抗议政府强拆大普拒绝拆迁户的民宅 资深媒体人葛树仁发起的黑山军联盟 也将在929国民党召开全代会这天 号召民众走上街头 要求民调低迷的马总统回忆民意 千被认错 不畏台风将来袭 20多位网友中秋夜这晚 来到自由广场前彻夜静坐 表达对大普张药房老板张森文溺弊 死因人不明的关切 我们不希望这个生命就这样白白的离开 我们希望这个政府要警惕 他一定要给我们的交代 没有口号抗议声 民众网路发起号召 希望关心大普事件的民众来到自由广场 用书信与诗词创作 支持张森文的家人继续走下去 大普不会是一个个案 他其实就是凸显台湾目前这个政府 他对人民的需求变得重心 这个政府不需检查 来声援来支持这边的人 我几乎不认识 所以我们是透过网路 来这边自发性的猜 我希望是这里的声音 大家愿意站出来这里的声音 是可以让全国的人知道 我们在关心这件事情 表达公民诉求的还有这一群 凯道九二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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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收场 给你的无聊 要在唱高调 台湾人有你感觉 真衰小 马总统 你怎么知道台湾人 资深媒体人格树人 艺人郭美珠 将在九二九 国民党召开全代会这天上街头 诉求修改选霸法 废特征组 昔日停马的这群支持者 希望面对低迷民调 政府能谦卑认错 回应民意 新唐人亚特电视 陈珍郭云开 台湾台北报道